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有一個地方叫東九龍文化中心,好像蓋了很久都沒搞定 但今天早上人們起床時,客人發現在網上流傳一些圖片 一片白色的花海 網民說,剛剛通過了23條,你拿警令贈慶,你是低級紅還是高級黑 於是紛紛留言,Rest in peace,悼念一路好走 這裡紀念哪位先人呢?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有一個新的進展 到旁晚的時候,蓋了,究竟是不是出了問題呢? 回來再說 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呢,全家大小可以6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三十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不知大家有沒有去過現場看過 在東九龍文化中心戶外的一級級樓梯 一片白色的花海,不是真花 是LED燈的,白色的玫瑰 不過拍攝上來真的好像在拜山一樣 靈堂,像一個靈堂 折人其位,一路好酒那些 真是很像的 你知道靈堂的布置很多時候都會用白玫瑰 或者用白色的白盒花 都挺好看的,一片長和氣氛 那裡也很長和 不過為何23條立法之後 就突然放了這些東西在這裡呢 是不是有人在裸景呢,還是鄭慶呢 是不是抗23條立法,還是慶祝23條立法呢 媒體紛紛就向這個 官堂的民政事務處那裡查詢 他們又證實了 他說是同承辦商跟進LED花海的組裝 日間和夜間的視覺效果 期望在三月裡面就會完成和正式開放 那民政事務處官堂就說 LED花海佈置為期大概三個月 布置的工程面積是130平方米 造價呢 沒有五千萬,大家放心 不是那些窮光彈的五千萬 造價是五十萬而已 哇,很濕碎而已 五十萬,對吧 那麼根據這個區議會的文件 原來這個LED花海的布置呢 是官堂民政事務處就區內設置 富有特色的打卡地標 現在不單止是魚蛋燒買經濟啦 不單止是紅心心經濟啦,對吧 不單止是城市經濟 現在要打卡經濟,區區有卡打 於是呢就會搞旺市啦 舉式是這樣 那麼一個打卡地標呢 提出一個方案之一 那麼區議會呢就是 通過支持的 那麼那個文件就顯示呢 在這個階梯那裏呢 就想著呢 種植一些擺設的時花 例如杜鵑 營造花開的後果 供市民去拍照打卡 咦,怎麼知道 就發現計劃變了 因為基於技術考慮之出預算所限 未能執行原先的方案種花 於是用LED燈的玫瑰花開 由真花變成假花 那麼呢 3月22日就裝置完成了 即是今天20日 錄了這條片 大家看到21的了 然後22至25日試燈 然後26日晚上6點半 舉行亮燈儀式 大概三個月啦 那麼市民呢就 因應花開的效果啊 反應啊 財務安排啊 就可以展示 長一點的時間 地點在哪裏呢 就是通往 往來九龍灣地鐵站 淘大花園附近屋 這個就是在這個 戶外街梯 十月就會開放給大家使用 那麼也都呢 分階段呢 就去拿去別的地方 那燈呢 你看到呢 一片白色的花海 可以到晚上有不同的顏色的 那但是經過網民 那些網民呢 都可以死絕核的 其實那個反應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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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笑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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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兼區議員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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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ls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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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還是黃昏 到了凌晨 21號的凌晨這個打卡的地標 就突然之間 蓋上了飯包 蓋了 然後 花海蓮和階梯被雪糕捅和膠帶圍上 貼有告示 工程進行中 請勿進入 早前市民在 可以圍風的範圍裏面看到這些 這樣的 一片 長和的白色花海現在就被飯包蓋住了 媒體說 未知原因 我希望不要那麼快就 收檔 大佬50萬 是不是在做工程 又怕它下雨呢 我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興趣去看一片長和的花海 打卡的地點 打卡能夠不夠經濟呢 我真的不知道 錢就給了 50萬 還有一道就引起很大的爭議 就是那些 發光彈 我都說了 如果那些光彈是有得震的 就會更加好的 但是現在就沒得震 發光彈很厲害 五千萬 五千萬的發光彈 那這個發光彈就有來頭的 第一就是 那個紅心心 很大的紅心心 就是 100萬美金 780萬 引起那些什麼 有 就是這個 利益衝突的爭議 那個 紅心心的 設計者 有錢收的 又在 那裏商場的附近 有租舖的 那這個是 引起人家很大的爭議 有沒有利益衝突呢 亦都有網友說 二到十米 吹氣巨型 紅心心 在淘寶有得 680至5500人民幣 大一點就貴一點 5500也很貴的 淘寶都有 亦都展示了出來 好了 到這個 由這個 江簾展覽 免費對外開放 五千萬的 局長呢就是這樣 局長這麼說 他說 有關資助是納稅人的錢 會嚴謹花費每分每毫 量入為出 本來想著這五千萬的光彈 在籌備過程裏面是計劃 向參觀人士收費的 但是考慮到 對上一屆都是免費的 所以決定是延續上一屆的 活動和性質維持 免費 這樣 那你免費都沒有壞 我自己覺得都沒有壞 不過我的問題就是 這些光彈呢 其實 不只是 香港是首次展出的 這些光彈其實在其他的國家 都有的了 都試過的了 但是現在關鍵的 又是這樣 你五千萬做這些光彈 那些網民也都 好像那個紅心心 去淘寶的路由找 發現到什麼呢 五千萬 五千萬 淘寶也有 淘寶就找到了 價錢呢 就是75元起 75元起 原來又是連登仔找到出來的 叫做LED發光筆 倒翁彈營 燈 公園草坪 戶外 防水 拍打感 什麼叫做拍打感 我不懂 那樣拍出來 又有 粉藍色 粉那隻是不是神器色的 橫色加橙色那隻 白色 粉紫色 粉黃色 那樣 真的很像 很像 在公園的海濱那些 顏色很像 顏色很像 你知淘寶 就這樣看 沒人知道 連登仔說75元起 當然有小有大 可能大一點就貴一點 合單一到兩天就送到了 有人計過了 五千萬可以買到 六十幾萬隻 這些光彈 你知道我們現在很有錢 有錢就 任性的 是不是 我們很有錢的 是不是 赤字都是千多億 然後就借錢回來 五年 都是借六千五百億 那麼大把 借到回來的那些 收入 有收入就可以 洗 沒問題 五千萬就濕濕碎 100萬美金 整個心 更加濕濕碎 然後 在每個區議會撥 100萬港幣 給你搞這個打卡點 大家高興 好像 陳武波說 他最重要高興 是吧 然後 這個 LED 玫瑰花 這個花海 好像會有一個花語 有些專家說花語 我不懂的 我也是上網查的 代表純潔 珍愛 天真 無邪 亦都說 代表沉默 最好 不要說話 23條 大家就不要出聲 不要出聲 社會就一片和諧 一片長和 這個花海就代表了 代表純潔天真 大家互相傾慕 然後 23條是 鄧美雄的兒子 鄧美雄是他父親 葉劉不知道是否他母親 我不知道 所以 有這個花海 我認為是很應景的 代表一片長和 葉劉立法 社會還不是一片長和 大家一直好走 還不是嗎 你現在有錢有錢的任性 50萬9 這個花海都要濕濕水 千萬不要 用梵布蓋完之後就拆掉 我不放過你 我香港的立稅人也不放過你 你沒有了一個打卡點 花了錢是少 突然間沒有了打卡點 大家充滿期望的打卡點 突然間沒有了就很失望 那個才是時大 其實這條立法 又自 亂入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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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人說 一立法通過了之後 到經濟就已經開始好轉 大家有沒有這個感覺 如果有這個感覺就告訴我 好嗎 留個言 繼續看我的Patreon 和深藉口快的頻道 繼續支持深藉口快 可以留言之外 可以like share 看廣告 還有訂閱 如果按鈴鐺更加好 有新片上帳就會告訴大家 好了這次暫時講到這裡 明天 我睡醒覺 看看 這個花海會不會 重見天日 再向大家報告 好吧 談到這裡拜拜 來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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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